这项总经费165亿的中产以下 只用住宅贷款户支持方案 预计6月正式开放申请 为了让民众预先了解申请资格及申办方式 内政部件署提前软身 即日起开放共90线的免费咨询专线 让民众问好问满 那民众能够预先了解申办的一个资格 还有一个方式提供咨询的一个服务 所以我们从即日起开放90线的咨询专线 02-2162-1239 从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 提供民众电话咨询的一个服务 那也希望这个民众能够多加的一个利用 营件署方面也再次说明 这项自用房贷支持金的申请资格 包括限定仅持有以户 核贷金额上限及申请人110年收入总额等 基准日就是在今年2月28日 那在贷款的部分呢 是用定理自用性的这个购置贷款 而且呢财产专家是持有房屋一户以内 那核贷金的呢是在台北市原始核贷的 在台北市850万以内 其他的地方是700万以内 所以一半 而且呢最重要是在支持他们呢 是110年的家户所得呢 是在100年所得在120万以内 这项专案需上营件署官网线上申请 符合资格审查过关后 最快7月初就可以领到每个月3万元的支持金 预估可加汇55万户房贷族 支持金会透过原本贷款的金融机构 直接存到你借款人约定的缴纳贷款本席的账户之内 那我们预计第一批符合资格的自用住宅的贷款户 最快在7月初就可以获得定额3万元的一个支持金 刘昌也特别提醒这项专案采线上申请方式 后续支持金的拨付等 政府绝对不会发简讯打电话或透过email通知 请民众提高警觉 政府不会发email也不会发简讯 也不会打电话通知你 你如果要询问的话就是打我们的咨询专线 如果要申请的话就是进入到营建署的官方网站 单一路口来进行申请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避免呢 现在这个非常猖獗的这个诈骗的集团 来这一个影响我们这一个好的一个政策 另外针对外界关切的社会住宅推动进度 营建署方面表示 直接新建设宅在112年4月底已经达到7万3千余户 包租贷管设宅累计每合6万6千余户 营建署将持续新建社会住宅提升国内供应量 预估113年底渴望达到20万户的目标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导